還在追,冒凱他只能反向逃亡 但接下來應該是讓阿卡莉去料理就可以了 對,那這樣BLG要動巴龍了 輔助殺手,在這一波他是下路殺手 我覺得前面KRISPS其實他的Q技能處理也做得很好 就是他知道阿斌要進場 所以他在進場版型風暴的當下其實有被KRISPS拍掉 但後面沒有想到阿卡莉還是把Light給切掉了 而且Elke這把他因為他直接上牆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輸出有斷檔滿長一段時間的 哇,大節奏 對,這波真的被Light給殺到了 前面有提到嘛,就是真的要殺到Light團戰才能贏 真的殺到? 對,要看一下Elke的位 因為Elke他其實在這個小龍牆上其實 他斷檔輸出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看起來BLG是很危險的 Night他TP下來的位置剛好卡到了Light的輸出範圍 對,Elke這邊 E沒中耶 Elke這邊什麼都做不了 他這裡真的什麼都做不了 到後面才貼到牆上的藍寶他才有辦法輸出 直接被切爛 對 哇,真的讓這個阿卡莉秀起來了 因為前面我覺得WBG的領先至1500塊以上 都是在伊澤的身上 他好像單人就領先1300吧 對 所以龍科裡面其他人的戰鬥力沒有來得那麼高 所以兩塊肉要來幫Light去爭取輸出空間 石剛那波團前面也沒有太多讓他poke的時間 他應該是在凱撒去中路接線的當下 WBG是覺得... 又有抓 交1了 再攔住 攔住交閃了 對,他這裡不交閃 不交閃要被拉回來了 不交閃的話 石家湯會直接交大 他就會被拉回去 好,BLG熟悉的戰術上演 上一波的話 我覺得他們是沒有意識到BLG有可能要來接這波團 因為其實他們是有看到兵在下路接線 然後凱撒在中路接線 當下的判斷應該就是 對方可能這個人放下 WBG頂三個 頂上去了 在中塔要掉的時間太暗 好像自己要被賣了 雖然說畫面很帥 但自己要被關起來 有點急 想要趕快把這個塔拿下來 所以是主動肉身上去賣